白天西州公园出现可爱的灯会造景 但一到晚上公园大变身 以花丽鼠主灯为中心四周花草 跟着节奏闪闪发光 就像跳舞一样互相辉映 一旁的步道更用上千颗灯泡 把公园步道变身宇宙银河 悬挂在步道上的小灯 宛如飘荡在空中的发光水母 亮丽又梦幻 彰化的幻境景点还有它 好 转身 回来看我很好 田尾的小夜懒人森林 在阳光下灰映白色光芒 人一站在里面宛如置身仙境 光是散步就如痴如醉 对 它色调还蛮漂亮 而且阳光折射下来的话 基本上它整个叶子都会很有曝光 很有那种就是光泽感 都还蛮漂亮的 游客只要按快门 小夜懒人的树叶折射光芒 还有自动柔焦效果 如果梦幻风拍腻了 还有可爱风格等着你 把气里香剪得圆滚滚 变成一颗颗抹茶球 号称台版波波球的田园造景 也出现在彰化田尾 立刻吸引游客拍照走春 就很像那个龙猫的那个 灰尘的那个手球 那造景觉得做得很用心 这照片很漂亮 透过造景巧思 让地景营造无敌美感 意外让彰化创造不少走春好去处 也能从白天一路玩到黑夜 也大赚一波过年观光彩 三讯许出位江俊阳 谢孟哲台中彰化报道